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电局人系列漫画的详细解说 教室里老师带来了一只恶魔并宣布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从今天起他们教室将饲养恶魔 因为咕咕鸡的恶魔向大家做起了自我介绍 并友好的打着招呼 老师告诉大家要在三个月后把咕咕鸡杀了吃掉 以此让同学们明白生命有多么的难能可贵 听完老师的发言 安静的教室内响起了咕咕鸡那惊异的鸡叫之声 这时同学们纷纷好奇地围在咕咕鸡身边摸来摸去 有胆小的担心这样触摸恶魔没关系吗 有大胆地认为鸡没什么好怕的 就算是恶魔也算杂兵而已 而咕咕鸡则完全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这既可怜又可爱的样子让女生们一阵母外泛滥 唯一没有这种心情的就只有站在门口的一名女生 看着坐在自己客桌上的咕咕鸡 她的内心只有两个字 去死 教室门被用力地关上 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哇,好可怕 她刚才是不是瞪我们了 那是因为她的双亲被恶魔给吃了 走路能不能别站成一排 这样我没办法过吧 不要把厕所当作聚会场地 挡路 去死吧 在偌大的学校里 似乎只有天台才是她唯一的进度 她独自一人在这里吃着面包 这时候她的身后出现了一道身影 一个人吃饭是交不到朋友的哦 来人正是她所在班级的班长 我不需要朋友 就算有也没有意义 哇,真帅气 这冷漠中带着几分中二的发言 让班长小小地崇拜了她一下 接着班长也在她旁边吃起了面包 她注意到班长吃的是店居人牌的面包 我在收集帖子 你有的话就给我吧 她没有回答 只是望着面前错综复杂的楼房 对于她来说 这座城市糟糕透了 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违章建筑 因为旧驾而被捕的家伙正在当市长 名为店居人的恶魔在扮演着恶魔猎人 而现在教室里也养着几只恶魔 见她郁郁寡欢的样子 班长安慰 姑姑鸡的事只要忍耐一下就好 因为三个月后就会死 店居人和姑姑鸡能不能早点死 最后她心中这样想到 教室里老师询问是否有人能回答上这个问题 这时姑姑鸡举起手 然后表示不知道 同学们都笑了 只有她没有笑 午饭时间 一名女生问姑姑鸡要不要吃鸡肉 姑姑鸡急忙表示 同类相识打卖 同学们又笑了 但她依然没有笑 又有女生发问 为何姑姑鸡不逃出学校呢 姑姑鸡表示自己太弱 会被野猫给吃了 一名男生说 那下次就带一只猫进来 这如同相声一般的欢乐氛围 让她愣了一下 似乎欲言又止 但最终她还是沉默着 时间过得很快 三个月到了 老师在讲台上宣布 现在请相当恶魔猎人的同学 来杀死姑姑鸡 然而同学们都沉默了 姑姑鸡也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只有她满脸兴致的模样 这时班长突然站了起来 随之全体同学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老师 我们一起讨论后决定了 我们不会杀掉姑姑鸡 温婷此言 她一时间愣住了 我们不会否定吞食生命的行为 但是 姑姑鸡对于我们而言已经不是鸡了 也不是恶魔 而是我们的朋友 我想听的就是这句话 好 我们不杀姑姑鸡 从今以后 姑姑鸡也会作为本班的一员 和我们一同生活 话落 姑姑鸡和同学们都欢呼了起来 只有她愣在了原地 老师也正式希望同学们明白 即使对方是恶魔 也不能忽视他们的生命 万分感动之余 老师当场表示今天不上数学课了 大家都去踢足球 于是教室之中就只剩下她一人 来到室外 同学们和姑姑鸡都在快乐地踢足球 只有她一个人站在一旁 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你不跟大家一起玩吗 不了 交了朋友的高中生活 才会比较开心哦 我是来学校念书的 这时班长跟她打了声招呼 过来这边踢足球吧 不用了 我 正要拒绝之时 咕咕鸡突然朝着她扑了过来 三音潮动学 来跟咕咕鸡一起踢足球吧 三音潮一下子陷入了恍惚之中 因为在她的印象中 似乎是有班长和老师 记了她的名字 看着怀里的咕咕鸡 看着向她打着招呼的大家 她释怀了 原来她只是很羡慕大家 然而下一秒 她直接摔倒在地面 连同咕咕鸡也被压了下去 三音潮在这一瞬愣住了 随后懵懂地做起身来 在她的身下 咕咕鸡已经被压得内脏横流 大家在此刻都是目瞪口呆 看着死状极惨的咕咕鸡 三音潮呆若母鸡 冷汗直流 原本还欢乐无比的氛围 下一刻 便被同学们的阵阵悲伤重斥着 三音潮呕吐着晕了过去 在失去意识前 她的脑海只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班上一定要有一个人 从屋顶上跳下去 然后让大家投票决定的话 那么一定会选她 就连她自己也会选自己 当三音潮醒来时 她已经躺在了床上 学校谋出的大树下 一个墓碑静静地立在这里 墓碑上刻着的是咕咕鸡的名字 三音潮失魂落魄地来到教室 大家的目光都是立刻集中在她的身上 每每回想起他们的目光 三音潮就辗转反侧 这时门铃声响了起来 街道外 三音潮和老师 以及班长走在路上 是班长这样提议的 他找我们去参拜咕咕鸡的墓 只要我们三人一起去道歉 在天国的咕咕鸡一定会原谅的 过完马路 班长和老师两人都是疑惑地望向深厚 因为三音潮并没有跟过来 他有些不知所措地表示 现在路灯是红色的 但现在是晚上 既没有车子也没有行人 因此两人才会对三音潮的行为感到疑惑 这时班长突然表情木讷地沉默了 又来了 什么 听到班长这份意义不明 但似乎有些愤怒的话语 两人都是愣住了 班长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两人惊恐万分 因为此时班长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内障怪物 我和正义恶魔签订契约后 终于明白了 明白应该怎么做 我和田中老师才能走向幸福结局 只要你死就好了 我一直忍耐着 但是已经到极限了 那都是因为你活着 我才会不顺利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是正义的恶魔告诉我的 他叫我伸出脚半倒你 这样咕咕鸡就能死 我笑得超级开心啊 咕咕鸡和你都让我明白了生命有多么重要 真是谢谢 在差零点一秒就要死掉的那一瞬间 山鹰超感到莫名的放松 原来害死咕咕鸡的不是他 原来班长也很羡慕他 原来大家也一定会嫉妒某个人 要是自己知道的话 就能活得更顺利 或许也能够交到朋友或是男朋友了 要是自己有试着 再活得任性一点就好了 散落一地的大脑中的眼球 似乎看到了路灯上 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 如果你想活下去 那我就要收下你的身体 山鹰超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意思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但下一刻 山鹰超却猛地直起身来 我刚才不是把你杀了吗 班长和田中老师都是震惊不已 因为刚才山鹰超明明已经被打碎了脑袋 田中几岁见 随着话音落下 田中老师的头颅被拔起 连带着几股抽搐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 我的名字是战争恶魔 就拿你练练手吧 要死的人是你 说着 班长挥舞着利爪冲去 战争恶魔将田中的几股划作刀刃 一刀便斩断了班长的巨手 手不错嘛 我收下了 手榴弹 说完 直接将对方的手臂划作手雷 班长再次朝着战争恶魔攻去 战争恶魔直接提手一挥 直接将班长一刀两断 重伤之际 班长依然挂念着田中老师 下一刻 两人直接贴在了一起 战争恶魔将脊髓剑插在了班长面前 随后扔出了手榴弹 战争恶魔任由内脏在身后撒落 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海报 电巨人 给我等着吧 我会让你 把核武器吐出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